上集说到我们要走一段30分钟的山路 几经辛苦,我们终于都来到目的地了 一踏入沙滩,我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与刚才的行山路段很不同,沙滩这里非常之宽阔 我们也可以近距离听到海浪声 虽然很晒,但是我们坐在沙滩傘下面一点都不觉得热 一阵阵的海风吹起来,感觉很舒服,很凉爽 来到这么漂亮的海滩,Yoyo当然要游泳啦 我带了玩具来沙滩给Yoyo玩 我订去海中心,Yoyo就会出去撿回来 然后呢,我忘了帮Yoyo带回铃铃铃 有时候它游得太远,我又看不到它去了哪 哎呀,我忘了带回铃铃铃 我忘了,今天好像挺好 我要带回铃铃铃铃铃铃铃 我们是期望一下方便 先的时候可以开玩 就会进入去的时候 要等于要邮时间 我可以看到 它suite的时候 打開 玩完后Yoyo会回到我身边 他很喜欢躺在地上沙沙 搅拌完后还要起身拼凉拼 沙拼得我整身都是 玩到差不多一刻我们都开始觉得肚饿了 下集就会看看我们究竟在这个人籍刊子的地方 会不会找到好食物呢